第一個的話我們已經把那個環境給下載下來了 然後呢另外就是說呢 這一個跟這兩個 一個是VIP黨 一個是這個JDK黨 這兩個 這個雲端的硬碟是在我的那個上面寫的 白板上面各位可以記一下 另外的話數科的認證題目在這裡 所以這三個題目大概就是會放在這個位置 其他將來呢雲端白板 因為這個白板太小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有一個 將來呢 我寫完的sauce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給各位參考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是這個這些 那剛剛我已經把JDK安裝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再去執行Eclipse 就不會有剛剛那個畫面了 那就會啟動一個我們的 那他第一個會問你說你的工作區 這個工作區 實際上就是我們將來放Java的路徑 那當然你看你要放哪裡 不過我不建議你放在C裡 因為將來這個C裡會還原 要不就是你記得做完之後 就把它复制 把它備份起來 不然的話下一次你這個東西就不見了 OK那因為我這邊好像也只有C 我先放這邊一下按確定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個環境就可以開始做一些事了 那你可以開始使用這個把它關掉 但是有些同學可能不習慣用中文的 因為你們可能這個上課的時候 你們安裝起來就是英文環境 但如果說你像之前有同學說 那老師那個中文版我用都不習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如果把它改成英文版 也非常簡單 直接在 在那個你的根部底下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檔案 新增一個什麼樣的檔案呢 也許你用文字檔來改好了 這個檔案的話就是Eclipse.BAT P字檔 你可以寫一個P字檔 那這個P字檔裡面的話呢 可以寫一個下個參數了 當執行那個Eclipse的時候 去存取它的那個語系 語系檔的話把它改成 叫ZH底線US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執行的時候呢 多下一個參數 就是把它改成英文環境 主要是DASHNL這個 後面的話給它一個語系 那這個P字檔 我是直接直接執行下去的話 它就會給參數 這個時候呢 你進來的話就會英文版 所以看個人習慣 如果你覺得用英文版比較習慣的話 那你就用英文版OK 那 我大概哪個版本都OK 那我就用這個中文版的部分來上課好了 那因為現在教育部也訂定了那個12年國教裡面 已經把城市設計呢 納入了必選 就是必修了 所以現在非常缺交城市語言的資資 所以你對於那個教城市語言這件事有興趣的話 在Java 禁 並沒有那麼困難 那實際上呢 Java它這個地方怎麼去運行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會建一個Workspace 那裡面的話呢 將來呢 我們就開啟它之後的話 把話音使用關掉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有一個工作區 這個工作區呢 請你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Java的專案 因為現在從頭 假設啦 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你就去Java專案 那將來如果 如果你用什麼Android的話 這邊也會多一個Android專案 那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是開發Java 那我們就直接從這邊去 新增一個Java專案 那專案部分的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TQC Java好了 OK 那預設 那使用環境確認一下 如果說你是安裝的是1.8的話 其實在這邊還是可以再調整 那你不要用1.8的 你用1.7就好了 因為之前有同學 用1.8出狀況 沒有問題的便有問題 有些Mass好像 有些類別就沒辦法正常的使用 當然呢 如果你要調前面的版本 其實都OK 好 按確定 按下一步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多 幫你增加一個Source 然後呢 最後輸出的路徑 你會發現它會幫你放在Bin裡面 也就是說呢 將來我們的Source檔 類別一定是說點Java 那執行完之後會幫你Compile Compile之後呢就點Class 那點Class它會放哪裡呢 它會放在這個目錄 有沒有 Java底下這個啦 所以我們剛剛開啟 所以我們剛剛會開啟的時候會有一個工作區 就是一個Ford 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呢 會放一個TQC Java的一個 專案的資料夾 那個專案的資料夾裡面會有一個Source 那就是放Java檔 Bean的話是放Class 那將來考試的話 它會跟你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點Java 一個是點Class 所以你把這兩個檔案傳到指定的資料夾底下 就完成考試了 所以你要找得到這兩個檔案就OK了 你不要說到處做完了 但是不知道放哪裡 那就麻煩了 好OK 那我們把它按完成 這個時候呢 你上面專案打開來Source就有了 不過目前呢 完全沒有東西 那我們怎麼樣去新增Java 這邊的話你可以發現 在Source 這個專案底下有一個Source 就是按右鍵 這邊就可以新增什麼 新增我們要的東西 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 我們的類別 我們的套件 我們的介面 我們的類別 那基本上呢 Java檔 實際上就是一個類別 特別注意 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呢 你就直接去按右鍵 或者也許你英文版是Class 然後把它點擊 新增 按右鍵 在Source上面新增 它會問你說呢 你的名稱叫什麼 那也許我們將來的名稱 叫什麼 JVD 假設是那個什麼 JVD 101 比如說第一 第一類的第一題 就101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名稱 Class名稱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因為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Main 入口 所以記得 這個把它打勾一下 因為你這個沒有打勾的話 將來 你可能要自己打這個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這個main的入口 然後其他的話 不用去做任何設定 主要是名稱 跟這個地方按一個完成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JVD的一個class 一個class出來了 一個.java檔 但是你compile之後 它一定是一個那個 一個class 那你會發現這個class會出來 那裡面的話 會幫你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main 這個main的話 一定是一個void void就是沒有回傳值 那後面的話呢 括弧裡面呢 會有一個stream的 這個 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話 就是 將來如果你要傳遞相關的參數 可以在 這個class後面再增加參數 傳遞過來給它 OK 那大概基本的架構 第一個 我們已經建了一個101了 不過這個部分建完之後 將來 接下來我們來撰寫程式 那撰寫什麼程式 請各位看一下 第101題 這個 第一類有沒有 基本程式設計 請做一個 這個 叫做 模擬樂透彩的一個程式 裡面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的 簡單 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好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呢 請各位看一下 我希望執行的結果 上面不要有這個CSF範例 反正在 JAMA裡面執行 執行完之後呢 如果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是底下這個 這個喔 第一個號碼 冒號 給一個數字 然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各位數字 前面要補0 你不能說9 那就9 你要09 所以這裡會需要一個format 格式化 假如說它是各位數 你要補一個0 然後最大數的話呢 它這邊有了 01到42之間 如果是各位數要補一個0 如果是十位數就不用補 總共呢 會有7個數字 也就是說 有 1到6 加一個特別號 那輸出結果 類似像這樣子 怎麼做 所以喔 請這個地方喔 稍微把題目 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啦 裡面當然 基本上就是 它有相關的說明 它說請 在這個地方喔 程式實行 請使用mass 或random 代表 它有指定喔 所以你只能用mass 跟random 那這兩個 其實都可以產生亂數 不過用mass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random的話 你要額外import 而mass的話不用 因為mass本來就已經隱含了 所以本來就已經幫你載進來了 所以mass裡面有一個方法 mass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是產生亂數 那你可以找一下那個mass裡面的那個 類別有沒有這個方法 然後呢 設計一個什麼 產生亂數 那產生亂數 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產生 1到42之間的那個亂數呢 基本上這個mass.random 這個方法 它只能夠產生0到小於1的一個數字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個數產生的數 亂數產生的數字喔 幫你再變成1到42 這個可能一個過程 可能要想一下 那再來還有一個可能比較大的問題 每次執行皆產生這個6個數字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第二個比較難的 這個可能就麻煩了 因為這個7個號碼裡面呢 可能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怎麼樣 會重複 重複 那怎麼辦 那變成 你變成 全部產生完之後 還要比較一下 那怎麼比比較快 你怎麼每次都比 每次都比6次嗎 那不會很浪費時間 有辦法 比的次數最少 速度最快 不過喔 跟各位講一下 考試沒有要比效率啦 反正你跑出來就好了 差那個百萬之一秒 那沒有什麼意義啦 OK 所以你最重要 就是沒有重複就可以了 那沒有重複的話 你就把它當一個陣列對不對 一個陣列然後互相比一下 OK 那怎麼樣比最簡單 網路上應該有人分享 你們可以自己想出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然後必須去介於1到42 如果我說各位數字的話 要補0 大概就這樣 也就是說他講的部分呢 你都做了 那恭喜你 考試這一題 就拿到50分了 一題就50分 因為只有考兩題嘛 對不對 那他的評分標準 評分老師將來怎麼評呢 他會看1有沒有 有給分數 2有沒有給這個分數 3有沒有給這個分數 4有沒有 也就是這個 這個4個評分點 大概一個評分點 大概就10幾分 10幾分啦 有可能15分 10幾分這樣 那如果你有一個評分點沒做到 就扣那個分數 OK 所以你最後呢 如果你要確定 你是不是拿到滿分 很簡單 把後面的評分項目 也全部看過一遍 如果你全部看過一遍 都對了 那恭喜你 那你也不會有被扣分的可能性 大概是這樣 所以呢 第一個 請各位先產生一個 開啟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 我問一下 Eclipse 從來沒有用過的請舉一下 好不好 Eclipse 沒有用過的 有沒有 大家都用過 應該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在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 專案 Java的專案 然後裡面有一個Source 並且產生一個JVD101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做的 剛剛的問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OK 算 Suspect